4月17日,应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邀请,经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由江西省派遣中国赴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工作组从南昌启程,赴乌兹别克斯坦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此次联合工作组共15人,其中包括重症、院感控制、疾病预防、急诊、护理等专业的10名医疗专家。 南昌大学医护院护士长杨真就是其中之一,疫情以来一直坚守在重症病区一线的他,还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接到此次园外任务。 当天在机场举行的启程仪式上,杨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6天后就是她和丈夫结婚15周年的日子,此前曾和丈夫约定忙完疫情工作,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如今临时接到园外任务只能延期。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在4月23号,本来我答应了她,给她过一个有意义的结婚纪念日,但是今年很遗憾,又要出国了,等我回来。 当天,杨真的丈夫,朱胜亮等家人专程前来送行,他告诉记者,妻子从1月中旬开始一直在一线,两个多月都没回过家,刚平稳一些,就接着园外。他们在心疼之余,更多的是支持。 其实前几天我就跟他说了,等这次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好好地过个结婚纪念日,但是现在他临时接到任务又需要远外,所以我们这个约定又得往后推了。 我们结婚15年,还没过过结婚纪念日呢,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我们都在等他。 据介绍,该联合工作组将在中国驻乌使馆领导下与乌方交流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培训,还将为中国驻乌使馆中资企业人员和华侨华人提供健康包,防疫技术指导,防护物品及中医药咨询服务。